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们要说说中华民族非常经典的一个文化传统就是麻将 是一项娱乐活动 对 其实打麻将它并不一定是赌博 虽然有些人会通过麻将来赌钱 但它本身其实是像下棋一样充满智慧的一项活动 我觉得特别是老人更是把它当作一项娱乐活动 消磨消磨时间 对 还有就是打麻将四个人很热闹 所以经常你会在过年的时候看到大家亲戚聚在一起 就是会打打麻将 对吧 交流联络一下感情 那打麻将的时候呢 各个地方规则也不太一样 所以很容易发生一些误会 那我们今天的对话好像就有这样的一个误会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 我们就来听一听今天的对话吧 东风 三条 吃 王芳 什么 一桶 我以前有个大学同学叫王芳 脸又大又圆 就跟一桶一样叫顺口了 去 好 该我了 三万 碰 你碰碰壶啊 打你自己的牌 红桌 我摸啊 我摸 我摸摸摸 上牌 快上牌呀 每次到你都慢腾腾的 我坐飞机去一趟北京都回来了 这牌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该是你的我开 糊了 清一色自摸 哈哈 这下你们可惨了 我是庄家 再翻倍 这搓牌就像是气功发功 可以转牌运 学着点 慢着 别高兴得太早了 想蒙混过关啊 你怎么胡的 对啊 你好好数数自己的牌 都十六张了 还数翻数得那么带劲 你这个大相公 要翻倍法 十六张怎么了 没错啊 哦 原来出老千呐 太没牌品了 大相公 三倍罚 够了啊 什么出老千没牌品 台湾麻将就是十六张牌 你们打的是什么麻将 手里几张牌 不管是上海麻将也好 广东麻将也好 都是十三张牌 从来没听过十六张 你们别耍赖不认账啊 多难得的一副牌啊 而且不是靠你们放炮 是我自力更生 老天爷注定了让我赢的 再说 你们谁也没说 是打十三张啊 这是麻将常识 还用说啊 你们争吧 我先磕瓜子去了 好了好了 别争了 大过年的 和气生财 我们没讲清楚规则 这盘就算荒牌吧 来来来 喝杯酒 庆祝新年啊 你们真赖啊 别那么较真了 打牌嘛 友谊第一 胡牌第二啊 不要伤了和气 那还打什么打 瞎忙一场 不打就不打 算我倒霉 白白浪费了一手好牌 过年如果真的是这样 因为打麻将而不高兴 很不值得啊 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 对于麻将是不是了解啊 当然我们也没有时间 给大家解释 那先说一下基本的 就是麻将里面会有 不一样的牌 不一样的花色 对吗 会有什么条字 桶子 万字 对 那还有字 就是你这个麻将牌拿上来 比如有些上面写着一万 有些上面什么一条一桶 对吧 这都是不一样的花样 那大家呢 可以 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 这个课程的图片 给大家看一下麻将牌的样子 那打麻将的时候呢 也会有不一样的组合 它可以让你的牌更加的顺利 最后让你赢 那有一种方式呢 叫做吃 那么在对话里面呢 我们听到 有一个人打了一个三条 那么他后面的一个人呢 就说吃 吃其实就是 你手里有两张牌 然后他们差一个呢 就能连起来 对吧 如果三条你要吃的话 你自己手里是什么牌 可能是一个一条 一个二条 一二三 或者你有四条和五条 对 三四五 这个叫做吃 但是你只能吃你前面一个人 就是上家的牌 对 那么除了吃以外 还有一种组合 叫做碰 这个是很简单的 碰呢 就是你手上有两张一样的牌 那么别人出了一张 跟你这个一样的牌 对 那么你组合起来 就是三张一样的 你就能碰 对吧 像我们对话里面 一个人打了三万 还有一个人说碰 就是他手里也有两个三万 对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组合方法 我们这就不讲了 像杠 对吧 对 三个一样的 别人再打一个 四个一样的 杠 那有吃 有碰 这些呢 其实都能够最后让你胡牌 胡牌就是你赢了 对 胡了 赢牌的意思 当然胡也有不一样的胡法 有一种就叫做碰碰胡 碰碰胡 那么我们前面说的组合方法里面 有一个碰 碰碰胡呢 就是你靠这种方法胡了 对的 碰碰胡也是我最早学会的一种方法 比较简单的胡法 对对对 碰碰胡 而且我觉得刚刚学麻将的人呢 都很喜欢用这个方法 因为其他的方法比较复杂 对 这个是比较靠运气的 有的时候就是可能牌没洗好啊 或者什么 有很多能够成对的牌在一起啊 很容易做碰碰胡 不过打牌的时候呢 我觉得最享受的一种胡法还是 自摸 自摸 就是自己摸了一张牌 然后你可以胡了 对对对 自摸是很有成就感 然后也会让你觉得 运气很好的一件事啊 很激励你 对 而且也很激励 所以在新年的时候如果你一直胡自摸啊 当然这也几率比较小 肯定也会觉得自己明年有好运啊 那如果你是自摸 然后又是一个清一色 哎呀那你就能赢挺多的钱 对不得了 那么清一色呢就是你手上的牌 都是同一个花色 嗯对 如果你手上的牌是不一样的花色 那个叫混一色 就是混合的这个混 哎说到这样的多音字啊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的胡牌 大家如果看我们的课文的话呢 就发现这个是我和你的合 对这个合字它是一个多音字 它在打麻将的时候表示赢的时候 就读胡 嗯 那当然如果你胡牌不是自摸的话呢 是要靠别人放炮 对吧 放炮给你啊 对 放炮呢就是你靠别人放出来的一张牌 你可以胡了 对放炮的意思就是你打了一张牌 然后别人胡了 你就是放炮的人 那麻将呢 当然是民间很受欢迎的一项活动啊 所以里面也有很多 有特色很生动的民间语言 比如说 庄家 庄家 我们也会听到做庄啊 比如说这盘麻将我做庄 我就是庄家 对也就是说这盘麻将呢 你是主持的 嗯 那么如果你赢了呢 那么别人要给你双倍的钱 哦 Greetings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ChinesePod Trivia Our first question is How long will it take you to become an intermediate Chinese speaker using the ChinesePod app? Is it A. The rest of your life? B. You should already be an intermediate speaker? C. Three months? Or D. ChinesePod has an app? 你已经在 哦,那是不错 答案是C,三个月 对,走到ChinesePod.com 去订阅您的4,000课程 书了呢,你要给别人双倍的钱 还是很公平的 另外一个称呼我觉得更有意思 叫做相公 相公 相公在古代呢,就是指丈夫 对啊,古代就是娘子相公 但是在麻将里面 它的意思是 就是你的手上多了或者少了一张牌 对,那如果你多了牌 你叫做大相公 如果少的话呢,你叫做小相公 大小相公 对,但是今天我们对话里的人 他多了好几张牌 他是巨大的相公 别人打13张,他有16张 因为他打的是台湾麻将 前面没说清楚啊 那最后呢,就有点尴尬 你说是算他赢好还是不赢好呢 所以有一个人就说 算了算了,我们就荒牌吧 荒牌 荒牌呢,就是说 所有的麻将籽都抓完了 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呼 那么这盘牌就算了 荒了 没有输赢 对吗 其实我们也是看到字典啊 或者很多关于麻将类的书籍 荒都是写成荒凉的荒 荒牌 但是也有很多人日常就说 荒牌 荒了 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说 这件事情荒了 对 其实他就是说没有结果 是的 那么打麻将的时候呢 因为大家都很想赢 而且如果你是在赌钱的话呢 更想赢啊 对 就可能会有作弊的现象 这样不太好 其实就是欺骗 对吧 那今天我们对话里呢 这个人就被别人指责说 你想蒙混过关 蒙混过关 蒙混过关呢 就是说你靠欺骗的方法 把事情混过去 对,混过去啊 我们比如工作的时候 你应该好好地认真地完成一项工作 结果你并没有这样做 但是你又想能够通过领导的这个批准 那我想了一个办法 你就是随便找一个东西 让领导同意了就好 哎,蒙混过关啊 还有小说比如做作业 明明你需要做很多很多的题目 最后你少做一点 你希望老师不要查出来 这个也是蒙混过关 那我们再来看一种作弊行为 这个好像是比较严重的啊 对,这个就是出老千 出老千 我经常在电视上看见 你出老千 特别是香港的一些 好像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很流行 关于赌博 什么赌王的电影啊 经常里面有人出老千 那么出老千呢 其实就是你在赌博的时候 用一些作弊的方法 来欺骗最后达到要赢的效果啊 比如说我在口袋里面 装了一张麻将牌 然后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呢 调换了 对,换过来了 然后我就胡了 这个就是出老千 那么这个行为呢 如果被发现了 惩罚是非常严重的 会被人家把手砍掉 轻的呢就会被指责说 太没牌品了 没有牌品啊 那我们看这里牌品 牌呢就是打牌的牌 那么品呢就是品质的品 我们平时听到是 这个人人品很好 对吗 就是他很善良啊 非常诚实啊 那牌品就是说 你打牌的时候的人品 对 你的牌品怎么样 康妮 不错啊 会出老千吗 当然不会 对,我们一般的人 不会去想这种办法吧 对,因为也是需要技巧的 这倒是 我们一般都会老老实实地 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 我非常喜欢这个成语 因为它是一种很好的人品 很好的品德 那么自力更生呢就是说 你靠自己的力量 把一件事情办成了 就是不求别人 自己很独立 然后能够养活自己 对 那今天我们对话里面 他把自摸看待成一种自力更生 你靠自己的运气达到 对 不靠别人放炮 但是今天的结果却不太好 大家有一点误会 有点不高兴 那还好有人劝架说 哎呀别争了别争了 大过年的和气生财 和气生财 和呢是我们现在经常说和谐社会 对吗 是中国人很注重的一种感觉 人和人的关系 那和气呢就是说和睦的感情 对就是大家什么事都可以商量 然后互相很友好 而且我们认为啊 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呢 是可以现在说的就是双赢 人人都能赢 双赢 都能够赚钱对吗 那就是发财 所以它就形成了和气生财 对 没有必要太较真啊 是吗 较真 较真呢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方言的词语 比较北方的方言 其实就是认真的意思 就非常认真 过于认真了 看得很重 那打牌嘛 还是友谊第一 胡牌第二 不要伤了和气 这里又有一个和气 但是它是伤了和气 对对对 所以比较正宗的说法 不是什么破坏了和气 而是我们说伤了和气 对 就是破坏了这种友好的气氛 是的 但是没办法 有些人把输赢还是看得很重啊 那今天呢 我们是听到了 真的四个人在打麻将啊 还有里面发生了一些有趣的 可能也是比较有用的一些词语吧 我们再来听听今天的对话 东风 三条 吃 王芳 什么 一桶 我以前有个大学同学叫王芳 脸又大又圆 就跟一桶一样 叫顺口了 去 好 该我了 三万 碰 你碰碰壶啊 打你自己的牌 红钟 我摸 我摸 我摸摸摸 上牌快上牌呀 哎呀 每次到你都慢腾腾的 我坐飞机去一趟北京都回来了 这牌该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该是你的我开 糊了 清一色自摸 哈哈 这下你们可惨了 我是庄家再翻倍 哎 这搓牌就像是气功发功 可以转牌运 学着点儿 慢着 别高兴得太早了 想蒙混过关啊 你怎么胡的 对呀 你好好数数自己的牌 都十六张了 还数翻数得那么带劲 你这个大相公 要翻倍罚 十六张怎么了 没错啊 哦 原来出老千哪 太没牌品了 大相公 三倍罚 够了啊 什么出老千没牌品 台湾麻将就是十六张牌 你们打的是什么麻将 手里几张牌 不管是上海麻将也好 广东麻将也好 都是十三张牌 从来没听过十六张 你们别耍赖不认账啊 多难得的一副牌啊 而且不是靠你们放炮 是我自力更生 老天爷注定了让我赢的 再说你们谁也没说 是打十三张啊 这是麻将常识 还用说啊 你们争吧 我先磕瓜子去了 好了好了 别争了 大过年的 和气生财 我们没讲清楚规则 这盘就算荒牌吧 来来来 喝杯酒 庆祝新年啊 你们真赖啊 别那么较真了 打牌嘛 友谊第一 胡牌第二啊 不要伤了和气 那还打什么打 瞎忙一场 不打就不打 算我倒霉 白白浪费了一手好牌 可你曾经呢 有人开玩笑啊 或者自己在梦想说 哪一天麻将也能进入奥运会 那这样中国肯定是很厉害的 那么金银铜牌 肯定我们全包了 那也要看打什么地方的麻将啊 如果是比如什么新加坡麻将 或者其他华人地区的 不过我们可能基础好 学起来也很宽 前面你说到很多老年人 是喜欢打麻将啊 现在的年轻人呢 不太多哎 不过我们两个都会打 而且办公室很多的同事 因为也是家庭的关系嘛 就是也学过一点 但打得不好啊 对 其实我打麻将 最重要的就是回家陪老人打 对对对 可以家庭很和睦 对吧 让大家很高兴啊 这个是麻将很重要的一个功效 好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呢 还是想看一下这个麻将牌 它的不同的花式和组合 都可以到ChinesePod.com 是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祝大家和气身材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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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usual slash run zero eight four